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好痛啊 果然好多了 再亲一下 讨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赢多没意思啊 让你体验一下失败的感觉 你开心吗 我当然开心了 我女朋友那么棒 我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真是羡慕你啊 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男朋友 不愧骑车 爱记仇 又有洁癖 又有洁癖 又什么好羡慕的 他真的这么差劲吗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跟这种人交往呢 因为他性格好呀 跟别的男人照相也笑得这么开心啊 吃醋了啊 没有 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小孩吃醋呢 对不对 我这种呢属于 成熟稳重 又体贴的男人 对了 我给你留了一本四月份刊 主编签名本 好啊 那我可去你家哪儿 吃吧 这个也好 糖肥草 这个学期 中子轩情绪很不稳定 状态也不太好 所以能拿到这样的名词 真的很不容易 年轻人嘛 心态不稳定是常有的事情 他家里好像出了点什么事 但是怎么问他他也不说 总之 看着不如之前开心 有点消沉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样逼他训练 是不是正确的 付出都会有回报的 既然拿了冠军 之前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希望如此吧 那 你帮子轩实现了她的愿望 能不能抽空实现一下 我的愿望 好啊 你有什么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跟你约会啊 好啊 你想去哪儿 想不想去看海 看海 好啊 说走就走 你订时间 我订票啊 那我想吃海边的大排档 螃蟹 皮皮虾 行吗 要是情侣相况 你也这么喜欢就好了 那有点难 那灯怎么还开着啊 可能我出门那时候忘关了吧 这年纪大了 脑子也不好了 是啊 可能我真的需要不悟脑了 快拿杂志去 嗯 你这是要把我的房间 变成摄影展馆啊 怎么不放你家啊 倒摆了我一屋子 照片跟我家的风格不搭啊 我家不是这种风格 我也不是这种自恋的风格啊 这张照片上有我啊 你不喜欢啊 你看啊 照片里有一个我 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我 你真的是很幸福哦 好吧 你说服我了 真乖 你觉得我这样很乖 嗯 那这样呢 也乖 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 那你的喜好还挺独特的 也没办法 实际上是我自己选择了 这么一个奇怪的人 那现在这个奇怪的人呢 觉得如果房间里 要是再多一张照片 应该会更好看 不行 不能在家了 为什么啊 你真的这么不喜欢啊 不是 以后我要是搬家 搬来搬去的 多不方便 万一弄坏了呢 以后要是分了手 我也怪尴尬的 我们 真的会分手吗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人都是会分手的嘛 终有意思 好了 相关游戏到此为止了 不能在家了 房间摆那么多我多奇怪 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你 每天看着我怪尴尬 我 我先给一文发个信息 看看他是不是收回来 你在哪儿啊 回来 住个儿 我一直在房间 你们想干吗就干吗 他不是在 他一直在 你 就不想搬出去住吗 不想 真不想 真不想 那好吧 你不走 那我走 啊 你现在就要走了 对啊 因为要让你保持对我的思念 而且这个屋子里 已经有一个人陪你住了 但老婆 嗯 我们真的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 怎么没好好说话 说了吗 说了呀 每次说的跟没说一样 谁没说 然后每次一聊 多半就聊孩子的问题 也不聊我们感情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个孩子 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 高龄产妇的年纪 你爸妈我爸妈都特别着急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 就应该要一个孩子 那我们结婚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对 对 还生好几个呢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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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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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生 老后 我跟你讲啊 我们结婚呢 不是为了生孩子 就是 也不是为了传宗接在 就是 不是 是 最重要的 是跟我老婆郭声音在一块儿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我喜欢保护你 爱护你 这才是我结婚的意义 那我问你 如果我们俩一辈子没有孩子 可是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 那我们怎么办 老婆 老婆 我跟你讲 孩子这件事 是锦上添花的事 如果咱们想要孩子 那就要 我完全配合 吃药 看医生 你想让我干什么我都可以 但是我不想因为孩子的事 让你过分焦虑 过分难过 再说 再说 我陆正就算这辈子没害儿 我也不遗憾 因为我有我老婆郭声云 我就有这一生就没什么遗憾的 老婆 老婆 我爱你 老婆 咱们不去了 回家吧 回家